梅的part 2,DSE,就再次進入了 我們知道梅有什麼特性 剛才有些示範,我們現在繼續去 part 2 講Metabolism Metabolism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你身體中所有化學反應的種稱 它是chemical reaction 所以為何與梅拉上關係 終歸來說,我們身體化學反應有兩種 有兩種,一個是拆散的東西 一個是堆砌一些複雜的東西出來 英文有一種叫Catabolism 凡是Cata,在英文都不太好 有什麼災難,全部是Cata 分解代謝 中文也一譯出來知道 Breaking down process 很特別,Breaking down process 它一定release energy 有時候摸摸瓶旁邊 如果裡面有一個Catabolism Catabolic reaction發生 它會比較容易地 原因就是release heat energy 最典型的就是呼吸狀 這個很複雜 它變成二氧化碳,很簡單 大家都是含碳的化學物 這樣就要出現 energy 我們細胞會用這些 energy 在細胞裏做很多事情 就是把複雜的東西 原本給了很多的鍵 如果把它拆散了 變成個別的組件 這些便是一個典型的 Breaking down process 或者叫做Catabolism 或者叫做Catabolic reaction 這叫做release energy 稍後的理解就是 anabolism 就是building up 典型的代表就是光合狀 將二氧化碳變成複雜的葡萄 又是跟進行因素 會暗frame的 典型的變化學物 存在 분�ager chats 而流大 變成複雜貓物 simple to complex 就是anaabolism 無論如何 anaabolism加catabolism 也是叫metabolism ana gather 是meta 即都是我們身身代謝 記者的身體體量 我們體溫37度 實際上太低了 你若要令化管快速 即是想能想 你去Camp Lab 在試管下薄膜煮它 但我的身體是做不到的 燒了自己的什麼 幸好這個世界有種化學物質叫做Enzymes 即使你不調高化學反應的速度 它都會進行化學反應很快 只要是indepressants of suitable Enzymes 這樣就完成了 看看Enzymes有什麼架勢 可以這樣做到的事情 What is an Enzymes? Enzymes protein透露身份的打物質 又叫做Bilogical Catalyst 不要揣錯這些字 Catalyst 這是催化劑 即是說它會催化化學反應 Which speed up Keyword speed up 即令它加快一點 Without Enzymes Metabolic reaction in cells would be too slow or even stop to support life 即它慢到甚至進行不到 沒有product用 你就有些細胞生存不到 我們玩過這個 上次我們以這個做例子 How can Enzymes speed up the rate of reaction 雙氧水本身放在瓶裏面 你還要等它半年也好 它不會分解的 會不會分解的 你看不到有bubble有性 即是可以拿出來用 但只要放少許Catalyst 例如有Catalyst的身體組織 例如Liver 不用一分鐘兩分鐘 它已經將它全部 break down 由這個substrate 變成products 你會看到很多氣泡走出來 擺明半年發生不到的事 它半分鐘幫你搞定 這個便是speed up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描述 關於塑化合反應 例如火柴 火柴頭黑色那一點 基本上是類似炸藥 裡面有很多chemical energy 你只要擦一擦 火柴 先擦一擦 它就會立刻燃點起火藥 給予很多光能和熱能 但你不擦它 它永遠都是一個火柴頭 什麼都不搞的 它明明裡面有很多chemical energy 但為什麼這麼難放出來 我們在化學反應 化學的understanding裡面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活化能 activation energy 裡面那些有很大量化學能的化學物 它要加少許能量 投資少許能量 讓它活躍起來 它才會發生化學反應 所以你擦它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被heat energy 或者不是 要燒一下它就可以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令到裡面的炸藥 令它的chemical 是可以activated 更加活躍 震一下 震一下 更加活躍 這樣就自然會發生化學反應 那你要放裡面的化學能 有熱有光之前 拜託給少許活化能 activation energy 就是因為這些活化能 在普通的室溫下 是供應不到給它 所以它就形容了火柴在頭上 但是你擦一擦它 令它裡面的火藥分子 是活躍一些 它就可以超越了 你已經提供了活化能給它 它就立即燃光了 待會我又播放一點火柴給你看看 超慢鏡 看一看 它畫的時候 它會怎樣炸發 是吧 如果有個環火的化學反應 它會有很多化學的化學反應 它會有很多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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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碼提供到那部份的能量 令那些黑化合物能活化 這個就是activation energy 即使原本有多高的 chemical energy 也好 你也要先活化它 否則你根本放不到裡面的能量 令化學反應不可以發生 那火柴究竟是 catabolism or anabolism 你看這個 裡面有一些很複雜的化合物質 變成二氧化碳 煙都走出來 擺明這個是拆散的化學反應 這個就是 catabolism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 heat energy release 其實很容易 assess 很容易淋得到 如果化學反應會淋出來 多數都是拆散的 catabolic reaction 明白 這個是原本的炸藥 黑黑黑黑的化學物質 很高化學能 這邊就是 product side 有光有熱放出來 當然我們應該這樣提高它 是吧 我們用 graph去代表整個化學反應 最理想的 這個Y軸 座標越高 就代表那樣化學物質的 chemical energy 越高 它叫 energy contact 這邊越低的座標 你對上Y軸 就代表 energy contact 越少 這樣才對等 不應該是這樣的 原本裡面的炸藥的化學能量很多 但是一聲滑完之後 放了所有的能量出來 那些 product 剩下的化學能量很少 是不是應該這樣 好了 我們再還原炸藥 是化學反應左手邊的 substrate 那些什麼 carbon dioxide 其他放出來煙 那些全部是 product 因為我們這樣去理解 就其他化學反應 照樣可以解釋得到 即不只是焗下滑火柴 這樣 濕水高 能量值高 product 能量值低 咦 這樣應該很容易發生 很自然會發生 由高能量位置 sure sure 但為什麼我們又不是經常這樣 剛才有說過 我們有活化能這個概念 其實實質的化學反應應該是這樣的 記住 這裏 substrate energy level 和 product energy level 是沒有變過的 但是你的化學反應發生 麻煩你 超越了活化能 即是這個能障 能量的障礙 你首先要給了這一節的能量 substrate 令它活化 原本可能很穩定 令它活化 這樣一噴 就散了 你先給了這一節 但是它不會影響 最最後的product energy level 因為你給了它之後 它會透過化學反應 先還給你 這一節 先投資 然後放出來 最後透過化學反應 就這麼多能量 放出來 所以它沒有影響到 substrate 和 product energy level 但這一節 首先要支付 給了一個substrate 這個叫活化能 看一看怎麼轉 Activation energy Activation energy Activation energy OK This amount of energy must be supplied 一定要給了一個substrate 目的是什麼呢 令它更活躍 這樣才可以完成化學反應 這個為例 那為什麼在室溫下 H2O2 不會變成 product 因為這裡 如果要化學反應 進行的話 首先要支付 energy 最少多少 最少就是等於 化學反應的 activation energy OK 給它這個 energy 但是有時候 在室溫下 這個energy level 太高了 就是這個 activation energy 普通室溫 不能供應給它 就是H2O2 是吧 好 煤有什麼 架勢呢 煤 就是將 substrate 變成兩個product OK 它能夠speed up 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因為它 是會 decrease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the reaction 它是會將這個 能脹 或者對那個 activation energy 那時候 化學反應 是降低了很多 降低了很多 由原本 一座大山 變成山仔 那就很容易 就在室溫下 都可以供應到 那部份的能量 給化學反應 沒有東西 可以畫出來 是吧 那這裡呢 其中一個 化學反應 這個是 什麼 這個是一個 anabolic reaction 你解到這個 就有一樣 也有一樣 那這個 能量值低的AB 它變成能量值高的C 是吧 要energy input 這個擺明 就是一個 合成代謝 那 最頂 這個差額 就是activation energy 那你的化學反應 要發生 麻煩你給它這些 先測試它 OK 那最後呢 它變成 product 的時候 這邊是還回來的 那最後呢 怎樣都好 那個product 的energy level 是會高了的 那這個就是energy input 這部份 這部份 就是energy stored in the product stored in the product 即是存在裡面 那這個意味著 C 就是chemical energy 是應該高過A和B 加起來的chemical energy 因為你做了input 但無論如何 山頂去山腳 這個位置 就是activation energy OK 那煤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原本的能量很高 你將這個能量降低了很多 令化學反應進行的可能性 大了很多 你不用煲它 不用燒它 都能夠滿足到它的活化能 那煤就是有這樣的本事 它一句說完 就是Lower 或者Decrease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the chemical reaction OK 好 那這個是Catabolism 我怎樣知道呢 第一 reactant energy level 是高的product 那中間的能量差額 一定是放了出來的 放了出來 那這個差額 就放了出來的 OK 那煤存在與否 如何影響化學反應的可能性呢 如果沒有煤的話 麻煩給我這節的能量 那我才會滾到山底下 變成一個product 這節不簡單 普通的室溫未必可以 但是煤就將山頂降低很多 那這節 是否容易滿足化學反應呢 activation energy 所以又是講到尾 enzyme的角色就是Low 或者Decrease the activation energy of the reaction 令它進行的可能性高了 那這個是Catabolic reaction 那要是這個差額呢 就是它放了出來的 amount of energy 那典型例子 Vaspiration 對嗎 Vaspiration 這就是一個活山山的例子 想像自己這個隱不陰功 把石頭推到山底 OK 但是不太容易 那原因呢 就是把石頭推到山底之前 用一個山腳前 它有一個小小的拱出來的地方 你一定要給它能量 它超越了這個才滾下去 這樣 上到尾 這個activation energy 很辛苦 但是只要拱到上頂 滾下山 就是能量由這裏放到這裏 但是這個它會還給你 有時候 這個就是activation energy 有時候 如果質化去描述 這個就是一個能障 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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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發生到 好 做一個 exercise 這裏哪裏是Catabolic reaction 哪裏是Anabolic reaction A B 是Catabolic Catabolic 是拆散的東西 它是Release Energy 你計算它的差額就可以了 這邊是Reactant 這邊是Product 這裏就Release出來 你便可以分辨到 這裏就是Energy Input 這裏是充質 或者反應物 這裏是Product 生成物 你發現它抬高了能量 這裏就是能量儲存在裏面 這裏是Anabolic reaction 這個 Activation Energy 這個 是Activation Energy 這裏就是 這裏就是 這個問題 只要答1 這裏就行了 不需要答2 哪裏是正確的 一分鐘 你選擇了答案 看看這個 這個Energy Level 這個是Reactant 這個是Product 看到Product的Energy Level 是高於Reactant 擺明這裏的差額就是Energy Input 所以這裏一定不會是Catabolic reaction 不會是分解代者 一定是Anabolic reaction 到這裏 這個C可以不理 D可以不理 剩下A、B 因爲它是有Energy Input 所以它抬高了Product 是common sense 剩下答案 就只有A 這個不難做 這個 亦有少少chemical的理解 就是chemistry的理解 已經夠了 我們下一個 我們講一下 那個Enzyme的Property 是吧